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说你得到那笔钱之后 你在想你如何去中那笔钱 这个是重要的看你的动机 遇到倒霉时必须被尖尖的高功学 踩了一脚后思维 业国法则也许我前世 要了他一条命军事 他踩我一脚 就算重罪轻暴 也是不均不生计反而偷着乐 那么很划算 请问这是如理作业吗 还是阿Q精神的自我安慰 业国法则里有重罪轻暴的道理吗 一般业国法则也不是这种思维 而是说当你承受了不善的果报的时候 你坦然的去接受 但是阿Q精神最主要就是 当你得不到的时候 就有点类似叫什么 算不了心理那种 或者自我安慰 这样的话不会导致自己的心理不平衡 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 阿Q精神至少他也可以让自己一个人 接受现实 但是不好的就是他有时候会透过贬低他人 增强自己的我慢 这种思维 所以我们要看距离的情况来分析 被蚊虫钉 钉咬时一边供养他一边给他授三归一 就愿他们吃饱后转身 转世投胎做修行人来护士饱荒丝 请问这是如理作业吗 所授的三归一成立吗 蚊虫并没有表示 愿意归一否 如果不成立 为什么许多佛教徒 包括有的大组织大的都给动物受三归一呢 受三归一呢 必须得要有 愿意受三归一的一人自己表白才有用的 如果自己没有表白那是没有用的 如果真的要为这些蚊子受三归一 倒不如你放一个大喇叭到马路边 每天到那边叫归一后归发归生 那每个人都已经整个城市里人都归一三宝 是不是 所以归一三宝还是说自己升级对佛法 从三宝的信心要表白出来 这个才是成立的 而不是透过别人帮你 帮你受本 这样的话是不成的 第四 得知随喜和回向是最轻而易举的功德 我就经常随喜 并将随喜功德回向也是得到两份功德 再随喜这两份功德也是得到三份功德 再将三份功德回向也是得到四份的功德 如此随喜回向循环下去 我的功德是否无限增长 是对功德的贪着在增长 这可能是后面探索的增长 我们必须得知道 回向跟随喜的意义在什么 不是利本利 不是放高利贷 利由我们随喜他人的功德 真正造善业的还是他人 因为我们学过拉比达 我就很容易分析 当我们在造善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塑形里面的丝造的是善业 你对别人的善行生起欢喜 这个时候你生起的塑形里面的丝在造善业 这种善业是由于你见到对方所造的善业 你生起的 所以你生起的是善业 是这样的意思 而不是说你随喜了他的功德 就把它拿来自己 不是这么样 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随喜跟回向 他的意义是在这里 还是注意的是在塑形里面的丝造的业 第五 我很爱说话 学过后检查自己说话的内容 发现主要是评论周围的人和事以及重复无意义的可有可无的话 即两世奇异 但我觉得自己并非在讲是非而是在讲四十 因为没有挑破是非的心 只是习惯性按评论是非好坏对错 否则就无话可说了 请问不是故意的无心的两世奇异 是否犯不忘一切 是否造了不善业 修行人应该 是否应该养成保持沉默的习惯 爱评论 别人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你评论的也许是真的 也许是虚假的 也许只是你个人的猜测 或者说你看错了 你就评论 如果别人对你评论 你升起的是什么心 别人对你评到评出 你会怎么样 你在你评论别人的时候 如果别人都在评论你 那你会不会感觉到很舒服呢 你很喜欢别人去评论你呢 如果你是用一颗不满的心 去评论别人 那你是在造成恶的业 成恶的业 如果你是看不起别人 来评论别人 那你造的是慢的业 如果你是因为妒忌而评论别人 你是在妒忌 你在造妒忌的业 这些都是不善业 即使有的时候是事实 但是我们难道就可以肯定是事实吗 在我们学戒律的时候 就讲到有一个故事 即使有另外一个比估 看到另外一个比估 跟一个女的坐在床上 那个时候他就去批评她 其实那位已经是阿拉罕比估了 他不可能跟一个女的坐在床上 只是因为他坐在床上 那个女的在后面 他看到好像他两个人都坐在床上 于是他去批评 他批评了 他自己就造了很重的恶言 所以他是亲眼看到的 只不过是即使亲眼看到的 可能都是假象 因为那个女的正好 在床的那一头 他只是站着 所以这位阿拉罕 他也没有错 他也没有分解 但是他看到的就是 他跟那个女的坐在床上 所以他批评了 就自己造了自己的恶言 那这是不是事实 他看到的确实是事实 但是他还是造了诡谤 诡谤甚至的恶言 因此对于休闲人来说 世尊允许十种话题 是允许讲的 第一 少议论 第二 知足论 第三 卷离论 第四 独处论 第五 精进全面论 第六 戒论 第七 定论 第八 会论 第九 解脱论 第十 解脱之间论 这十种是世尊允许起讲的话题 至于谁是谁非 谈国王 谈盗贼 谈战争 谈女人 谈警 谈什么事件的起源 谈乌鸦是白的 白鹤是黑的 这些没有意义的话 世尊都禁止的 这些都称为杂灰语 又称为奇语 第六 佛陀成佛前的六年苦行是 走了修行上的弯路吗 还是属于菩萨在积累 菩提资粮 若没有这六年 恶及 筋骨牢及体肤的苦行 以修行禅定 一个阳尊处优的皇太子 能在菩提树下一坐 好几天不动吗 可能坐了四十分钟 就开始腿痛心 反应乱求人到一个万小时 已经痛过一生了 我们凡夫都不屑一顾的 狗行 牛行等苦行 一个巴拉米其将成熟的 被授记的菩萨 为什么会选择去体验呢 而且那么多年 只是为了舍弃与否定吗 还是为了超越 菩萨六年的苦行 是他的果报 因为他在过去生 曾经批评过 一位独觉佛 所以他要遭受六年的果报 并不是每一位佛陀都在成佛前都需要苦行的 有些佛陀他一出家不久就已经成佛了 所以因为我们的 狗达马佛陀是在过去造了额宝 所以他才走了这样的弯路 这个并不是他在积累菩提资粮 或者说他为了否定 而是说他的果报来 他要承受这些 但是当时他就选择 这么样去做 第七 我是无固定收入又乐山浩石的佛教 我常向亲友借钱做布施公园 为了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我会借东家的还息 借富有的还贫困的 我对布施公园的功德深信不疑 肯定比从银行贷款做生意的回报率高 而且没有风险 等我布施公园的果报成就 我会加倍偿望给亲友们 请问这种借贷投资的方式 是证明吗 有过失吗 如果你有信誉 你借钱那个 那个并没有过失 如果你有信誉的话 如果你借钱来做布施 这个也是好事 就有时候我们在经典里面 也会看到有些是这样的例子 有些人很贫穷 他反而他是爱家爱户群 去叫大家一起 如果你是借了不还或者赖账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是犯盗的那一类 犯盗 比如说在戒律里面就讲到了 如果你借了一个人的钱 然后别人向你追债的时候 说我有借嘛 如果人别人说 他真的是没有借 那这样一旦别人生起了这样的心 你就到 你就偷盗 就已经成立了 所以如果是有借有还 那个才不算 第八 造成无名的原因是什么 在清静大陆里面说 或者说无名的原因是漏 就是烦恼 下面的问题 您好 请问入流圣子在临终前 是否会有昏迷现象 换句话说 一个修行只在临终前发生昏迷现象 是否能说他没有解脱呢 一般住流的圣子在临终前 都不会昏迷 都不会有昏迷的现象 请问长纳是佛陀发现的吗 我在灵书中认识佛教吗 看到我的佛陀出家后 追随当时的禅定大师 阿拉拉卡拉妈和 学习禅定证得的最高境界 后修苦行 发现土劳无意识 放弃苦行 带体力恢复后 对通过专注呼吸 证得了禅纳 请问菩萨当时 既然证得了最高禅定境界 难道没有证得禅纳吗 当时他去追随 那两位禅定大师修的时候 他确实是已经精通了 精通了禅定的境界 当时他是我们的菩萨 是证得了 无所有注定 跟非想非非想注定 这两种定是透过修变处 就变业处而证得的 之后呢 由于佛陀发现 在这微妙的定境当中 他仍然还是会有我 还是会有烦恼 他觉得这个只是很强的定义正佛 这个是很快乐的境界 于是他就接受了 当时的一种思潮 认为说 痛苦的来源在于快乐 于是他就透过 平气一切快乐 拒绝一切快乐的方式 来辛苦心 因为当时他们认为说 如果有了这个身体 他就会接受种种的快乐 因为有了快乐 你就会去追求 一次会忍住 所以你过去所造的业 你现在通过自己去执摩 自己去造成自己的痛苦 来让过去所造的那些恶业 那些补善业 提前地承受 于是当时的菩萨 就采取这样的方法 他就是拒绝一切的快乐 连吃啊 连住啊 连穿啊 全部都把它平息掉 但后来呢 他记起在小的时候 有一次坐在张布树下 他当时透过 专注呼吸症的的粗产 他当时就想 这一种快乐是很寂静的 他并没有受到 汤玉的污染 所以我不应该 白吃这种快乐 这种快乐 他应该是处理之道 当时他回忆起之后呢 他才重新再回去 专注肠那 要不然之前的六年 他只是在折磨自己 他就是想到什么方法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受苦 他就怎么样去做 是这样而已 请尊主开始 如下的问题 以前布施或印经书 都不知道回向功德 更没有想过要什么福报 就是在现在明白了 也没有想到是为了福报 而不是只是愿这样做 这是得什么样的果报呢 如果你知道 你相信有因果法则 你在布施的时候 你知道你所做的布施 是有福报的 那这个是有智慧业果制 如果你没有去想它 那么这个是智慧相应的 如果你是为了福报 或是为了炫耀自己去做 那么你是抱着贪的心去 去做布施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 你的动机在哪里 如果你 我为了 如果你是相信 因果法则去做布施 跟你 纯粹只是为了 你要贪求更多的东西 做布施 它还是不同的 如果你相信你的布施 是一种善心 是一种善意 它能够打了果报 那这个就是 属于善的心 这就是说 我们说 我们所付出的努力 将能够获得回报 这个是一种 符合英国法 但是你说 我的付出 我必须要获得回报 那这个就是一种 有执着 有贪求的心 令生业实 结生心 生起时 一个人的寿命长短 就确定下来 对吗 那就是不管如何 修行都无法改变 一个人的寿命长短 对吗 令生业 决定一个人的长寿跟短命 然而 支持业也有可能会支持 因此令生业 它只是决定你这一生 你的基本的寿命 寿命就到哪里 但如果你是透过 你注意饮食 卫生 注意保健 注意生活企机 注意保持良好的心情 等等 这样的话呢 你可能你的寿命会更延长 如果你即使你的令生业是那么长 但是你经常浪费你的健康 尤其中欲啊 尤其花天酒地啊 等等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的健康会受损 仍然你所造的那些补善业会注成 你的这种补善业会注成 你的障碍也提升成熟 而使你的寿命会减低 对于修行来说也是 一般上来说 寿命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我们经常能够升起良好的心善经 它有可能会延长 但是不可能长到哪里去 有个问题 请就开始 假如一个人在北方死亡 新灭区 节省心 可能在南方城或国外更远的地方节省 怎么会那么快就到永远的地方节省呢 比如说南方北方国外 你在这里死连快就可以到方天节 是不是 这个问题在米丽达问题里面就讲到了 米丽达王他是属于希腊的国王 当时他在北印度 他问了龙君宗子说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快 他说你现在你回想 你远在他乡 留在希腊的家乡 你能够回想起吗 他说可以啊 那是不是你的心跑到了那个家乡里面去了 其实心是最快的 心 他就是这里一面去可能另外一个地方 如果是在节省的时候 另外一个地方就升起了 这是因为业的关系 这是因为心的力量 所以他不需要 说海壁现在有空间的距离 还要有速度 你要算它一秒钟多少时速 没必要这样算 在西欧三十的身份时 肉 金箭 骨 骨髓 这些遍布身上较广的部分 顺序上下 去感觉还是直接变圆前身即可 有两种方法都可以 如果你一下子就不可能变成全身的肌肉 金箭等等 你可以取其中一部分 如果当然你能够全部都能够取 那是最好的 就是以一个人的定理而定 例如有骨一样 有很多的产趣旨并不能够一下子就见到全身的骨 它可以透过几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用扫描的方法取到骨项 有的定理强度 它一照见它就可以见到整幅骨项 但因为有些产趣旨如果定理不足 它可以专注在某一部分的骨项 让骨项清晰也是可以的 弟子有两个问题 第一弟子 弟子们有机会为临终止或以食指注念 弟子想把这样的机会当作修死 水恋的因言不知具体如何修 以不同尸体来修 行吗 是可以的 修死随便我们可以借助临终止 或者借助私止来去修行 可以 当我们看到临终的人或者已经死气的人之后 我们想起这个身体或者一切的生命 都是很脆弱的 都是很无常的 这个时候我们生起的对诸行无常的 对生命微脆生命短暂 这种危机这种手聚感 那这个也是属于 死随便 第二 那修起此心临终在哪里 要向很多人散播此爱如何原念这么多目标 修起此心临终在哪里 修起此心的业处 是有情 也就是众生 在刚开始 修起此心的事 固定的人散播此心 固定的人散播此爱 等一位产修者 他已经熟练了熟悉了对不同的人散播此爱之后 他就可以去一群甚至一切的众生散播此爱 他获得定力的话 他就必须的要先依靠一位众生 持续的散播此爱 一直真的缠纳之后 他才有可能散播一切对一切的众生 因为一位众生他容易使他的心定在一个目标上 而有利益 心与尽性的培议跟加强 因为一切的众生就是十方 东南西北 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 下方跟上方 都有众生他的心态散了 所以不可能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 透过专注于一切众生获得定义 除非他是在过亲身有很强的巴拉密 这个是另当的敌论 要不然一半就很难 很难透过一下子就对一切众生散播此爱 这个是培议定力达到成那的方法 但是如果说调薪的方法 就是说有时候你的心感觉到很狭窄 你的心感觉到很郁闷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一切的众生散播此爱 让你的心打开 让你的心放开 这种方法即使在没有定力的时候 你是为了调薪 还是可以的 也有这种方法 感恩尊主两个多年以来的慈悲教授 我希望将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殊胜因缘 一个人临终处于昏迷状态 如何去帮助他不堕落恶道呢 如果一个人处于昏迷状态 有时候他还是能够云迷状态的听到一些别人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他的耳边 可以说一些提醒他 一起过去所造善业的这样的事情 或者说你可以在他的耳边 去赞叹佛陀的功德等等 可以帮助他 至于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听到 或者说是不是对他真的有帮助 那要看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来决定 我学后认为临终的境界很重要 大约成或不成更占一半的可能 那么我们临终是如何提起正念 或者我们如何帮助长修持保持正念 在临终的时候成熟的业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又没有极重的业 又没有惯性的业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人可能是善恶长半 或者说他没有很强的善业 也没有很强的恶业 这个时候临终的时候 意念或者临终的时候所造下的业 将会使他投生 如果我们平时都习惯地保持正念正知 那在临终的时候 很有可能 由于这种习惯的业 我们就能够保持正念正知 但如果平时你都爱胡思乱想还幻想 那这样的话 在临终的时候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临终的时候 我们的意念是很弱的 那个时候业力一成熟 或者真正成熟 你就很迷糊的 很慌乱的 我们乃至到可以从 一些在讲业果的时候 在例子里面就可以知道 即使有些修行人 有些很虔诚的佛教徒 在临终之前 他都已经感到很慌乱 但如果是对于旁边有其他的人 他知道这样的 如何去帮他 度过临终 或者说如何去对他自己临终关怀的话 他应该到过语言 等等去安慰他 去劝他 去教导他 或者说可以 要叫他看佛像等等 用这样的话 使他的心能够提及正念 如果他是一个修行人 例如他经常专注呼吸 那这个时候你叫他 你将你的心平静下来 不要胡思乱想 专注你的呼吸 只要专注你的呼吸就可以 或者说你要叫他 要叫他培养慈爱 或者说如果他有修观的话 你要叫他观 无常苦 等等这些方法 你经常专注有很多人说 在常修时回忆起以前的一些好或不好的事情 能把这些业给消除了 请尊的指挥开心 这是不可能的事 你回忆起好跟不好的业 由于你的不如理作意 你会回想起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你回去一样 一些不好的事情 你很可能生起的是掉毁的心 那怎么可以把这些消除了 这不仅仅不能消除 这些业由如你重新再造作一般 所以我们在讲到追毁的时候 就是不要去想 而且对于禅修来说 当你的心很专注的时候 无论是好的念头 不好的念头 你都不应该去想到 例如说 有一些人他喜欢思维教理 很喜欢思维教理的人 这是属于善的还是不善的心 是属于善的心 但是当你在本意定理的时候 你经常思维教理 你的定理能培养起来吗 还是不能培养起来的 所以我们在培养定理的时候 应该以心专注 在修观的时候 我们应该依照教理一起观照 而不是导致去思维 这个词是怎么 这个词错的 这个词用这样的词会更好 这样的话 这个还是属于妄想 第二 这次产生 弟子感到有很多的障碍 这是什么原因 是以前曾经干扰过 别人修道吗 也许 或者说 那是由于你自己的习惯 你自己的性格 或者你的心还没有完全放下 所以你来到这边 你就感觉困难重重 但更多 更重要的可能是 你自己的心 就刚才我们讲到的 你心杂然 所以你会感觉到很多障碍 请问二因结成的人和三因结成的人 在修入出信念时 哪里会有障碍分别出来 一般没有障碍 一般都很难说 具体的有哪种分别 因为二因结成跟三因结成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近期 一生都不可能证得 禅纳 他只是有可能是二因 如果你在修了缘起的时候 你见到自己在过去生 造的是什么业 那一种业 造成你头生 你才可以肯定 自己是二因还是三因 要不证的话 我们不要随便给自己 把无期徒刑 第二 二因结成的人 岂有此心和证得此心 长大吗 不能 请问在泡场完成 八号教程的十六道观之后 就是出火甚至满 是的 第四 三因结成的人 前生是什么人 都有可能 三因结成的人 前生可能是人 可能是天人 可能是犯天人 也可能是动物 也可能是鬼 都有可能 因为即使是动物 或者鬼类 他都有可能生起三因三心 或者说 也许动物跟鬼 甚至地义的众生 由于他们顾忌生 所造的善业 善业在他那一生临终的时候成熟 使他讨生为人 这个也有可能的 我们回向给现实的亲人 会给他们带了什么好处 如果我们回向给的人不信佛教 有意义吗 如果回向给现实的亲人 假如他们知道你所做的功德 而对此感到欢喜 他们说的撒度 那么他们将能够获得你所做的功德 这个功德其实还是由于他随喜 而得来的功德 如果他根本就反对 例如说 你为他去做布施去共生 他知道你共生 他就会骂你 你怎么那么浪费钱 怎么那么蠢 这样的话 他不仅仅不能够得到你的功能 即使你以他的名义 他还会造恶业 所以真正得到功德是你自己 如果以他的名义去造功德 他知道了 他很高兴 他很欢喜 那么他就能够获得你所做的这些功德 但是他所获得的功德 还是真正我们拥有这种私 造业的私去造下的善业 真正造的功德 大的还是你 对方知道了之后 他很高兴 特别是当他知道你用他的名义的时候 他会有更强的喜悦 跟随喜的心 那他所在造下的随喜的善业 是他所得的功德 所以应该这么样 如果不信佛教的人来说 如果他知道你乐山好事 你为他去做善事 他感到很欢喜 他也随喜 那他就有功德 如果他感到恼怒 他甚至会批评你 骂你 那这个是他造不善业 请问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界限为何 世间法的范畴为何 出世间法有范畴吗 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不同 就是世间法 一切的世间法 就是动摇的法 它是不确定的 而世间法 它也是我们修行要关照的目标 它既有无常相 苦相跟无我相 而出世间法 出世间法一共有九种 即四种圣道心 四种圣果心 以及涅磅 在九种出世间法当中 前面的八种是属于有违法 它还是属于心 虽然它是出世间法 但是它是属于出世间的有违法 因为出世间道心 出世间果心 它还是无常 还是苦 还是我的 只是我们不用去关照它 无常苦 因为生道心 一生其力就灭去的 所以它还称为有违法 对于世间法来说 它表现为我们一般所说的 这身跟心 或者我们所说 它是因言俱合 还会毁灭的法 它是动摇的法 它是不确定的法 而出世间法 它可以说是佛陀教法的目标 出世间法就包括了 有违出世间 跟无违出世间 无违出世间 就是只是一种 即涅磅 因为涅磅离了一切的生命 然而无论是世间法 或出世间法都好 它都是无我的 就是我们不能够执着于涅磅 或执着于世间法 有个很长的我 有一个实质在 而至于世间法来说 它包括三世的 它是还会有烦恼的 还是会有种种的杂丶 或者会受到这些污染的 它都拥有生命像 又有种种的因缘组合 一些所构成的 如果要说世间法来说 它就包括了 包括了28种色法 包括了52种心法 包括81种世间心 这个是世间法 而出世间法的范畴 就是包括八种 出世间心 跟一种涅磅 这是出世间法 怎样才能 最好的去除我之 破除身间 最好的是真的 入流道才能够完全地 破除身间 去除我之 北传的入众修行 和南传佛教的独自修 修什么 修更甚 这个决定在个人 如果你认为说 自己的自治能力太差了 那你应该在一个 很好的修行环境当中 要随大众的修行 如果你觉得说 如果在很多人的时候 人多麻烦多 你喜欢个人修行 就自觉性 自律性很好 那你就可以选择 独自修 如果一个人在他出生时 以及以后都会有很多的人 来照顾他 给他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但自他出生后 包括把他推向正道的亲人 身边的人都不顺利 这是什么原因 由于这个人过期一生 他不妒忌他人 他经常去照顾他人 所以自然他能够得到他的照顾 他有很好的生活环境 但是他的亲人 也许 他的亲人并没有造这样的善业 所以他的亲人跟他的身边的人 会很不顺利 现在还是有一业 因为虽然说 我们可能共同生活在一个环境 但是由于每个人过去造的业是不同 由于某一样相近或者相同的业 使我们今生在一起 但是我们造的更多的是不同的业 就像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 你想什么跟我想什么都不同 也许你在很贪地吃 他只是在关照饭食的无常苦 那么同样大家在吃 大家在吃同样的一个东西 在吃同一做饭 但是大家修的不同 那以后他的结果也自然是不同的 所以由于某一样共同的业 我们大家在一起 而又由于大家所做的业不同 所以大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果报出来 我很喜欢南传佛教的教法 这种修法的最高果位是阿拉罕和全自觉的佛陀 菩萨果位有什么区别吗 我希望行菩萨道正如佛陀一段智慧 你这种教法能达到吗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知道菩提或者说真悟的方法有三种 这三种成就的三种的圣志 第一种是行的是菩萨道 行的菩萨道最终证得的是全自觉的佛国 就是无上的全自觉之 如果一个人在积累的巴拉密 他在没有佛陀出世的时候 透过自己的智慧和证悟 那这个称为独觉 有的人基里的巴拉密 他是在有佛陀教法的时期证悟 这种人称为弟子的 也就是这种人他透过听伦佛陀的教法和证悟的 但是所有这三类的圣志 他证悟的都是四圣地 犹如佛陀自己也说过 由于证悟的四圣地如来称为阿拉罕全自觉之 因为我们的佛陀 他在证悟四圣地的同时拥有了一切之志 所以他称为佛陀 也就是他不仅仅自己无私可以证悟法 他还能够把所觉悟的法教导出来 为什么能够成为佛陀呢 因为他必须得积累种种的巴拉密 达到完全的圆满 一旦巴拉密的圆满 他带来的就是佛陀的这种结果 只要一个人他还没有成佛 但是他的心很强的倾向于佛陀 这种人称为菩萨 菩萨的意思就范文叫做Bodhisattva 但是他的巴拉密叫做Bodhisattva Bodhi就是菩提 觉悟为了正觉 Sattva就是众生有情 这种众生有情就是包括 他有可能因为福业投生为人天下心 因为恶业投生到出生啊鬼啊等等 这种人称为友情 但是他是属于最终追求正觉的友情 所以他也可以称为Mahasata 大友情 或者称为莫合萨 菩萨莫合萨 如果是一个人在他的巴拉密成熟的时候 确实没有佛陀教法的事情 那这一类的长修之人 由于他拥有了智慧 可以自己正如四生地 但是他却没有一切之志 可以教导他人 这种人称为自度之 就是我们也叫做Bodhisattva 读觉佛 只有有佛陀教法的时期 那么因为一位佛陀的处事 他必定达会说法 必定会有很多的弟子 就很多的人去追随之达而成为弟子 只要是依照佛陀的教法 修行去证悟的这种人都成为弟子 而且只有这种人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佛弟子 才是真正的僧宝 于是透过听闻佛陀说法 或者说我们用自己完全地去发现这条道路 而我们是透过听闻佛陀教法 我们去证悟四生地的人 这一类的人就成为弟子 这一说你要成为佛陀 或者你要成为弟子 是你个人的选择 但是他们都是圣者 他们都觉悟了四生地 都正如那般 当他们在身外命中之后 都将不会再逃生 这个是共同的 也就是说佛陀说的法 他不会吝啬 他不会说 我教你进入的那般 你进入一点点那般 你只是到门口 你没有进入 佛陀不会怎么样 然而大家在修道上有不同 对于菩萨来说 他有圆满三十种巴拉米 不同层次的巴拉米 就算是布施的巴拉米来说 他会有三种 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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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布施巴拉米 中等的巴拉米 跟殊胜的巴拉米 例如说 当耶稣菩萨在某一生 他专门要修行布施的巴拉米 就布施波拉米 布施巴拉米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钱财 把自己的全部的这些家产 都布施掉 乃至他把倾家荡产 全部都布施掉 这个是属于一般的巴拉米 如果他把自己的儿子 把自己的妻子 全部都布施掉 这个是属于中等的巴拉米 如果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布施出去 把自己的眼睛 把自己的手都剁出去 就布施 这个是 这个是巴拉玛达巴拉 这个才是究竟的 殊胜的巴拉米 例如说 现在我们见我们的佛陀 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布施出气的眼睛 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他为了众生 布施出气的血 而且流下的血汗 他比四大羊的水还多 他是透过这么样来成就的 所以 我又在 漫长的生死轮位当中 不断地积累他的巴拉米 当他的巴拉米圆满 他就能够成就佛国 所以 当我们去看本身的时候 Jatakad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如果你要 行菩萨道 你愿意选择要 走这条道路 你就一定要看本身 本身就是佛陀讲我们 讲他之前如何修行的方法 他如何在没有佛陀的时代 他如何去圆满他的巴拉米 因为 自从 苏美德被 掌灯佛 受集成为菩萨 一直到我们的 我们的菩萨成为佛陀 在上座部的经典 有一部叫的 布斗王沙 佛陀史 或者古代 以前也发誓是佛中心 他就讲到 自从 我们的菩萨被受集到他成佛 中间才一到二十四位佛陀 而有记载的是他只出家了九次 但是在漫长的四阿僧 当起十万大劫里面 他 那个时候都没有佛法的时期 他仍然还是圆满他的巴拉米 利他等等 所以唯有你付出了这么样的努力 你最终的结果就是能够成就 无上的全自觉之 而对于弟子来说 他的找重点是在 培议巴胜到培议戒定位 也就是 趁着在佛陀有 很有佛陀教法的时期 能够休息 最终能够成为佛陀的弟子 例如说 现在我们的佛陀 是释迦牟尼佛 只要我们还是反复 我们不能够 成为合格的弟子 为什么呢 你今生是佛陀弟子 你应该保证你下次 还是佛陀的弟子吗 敢保证吗 很难说 如果你今生你的三叶成效 你投上到天界 你投上到天界 你什么东西都忘了 或者说你快乐到乐无私属了 或者说你投上到动物 你的恶眼不三叶成效 投上到动物 你还敢宣承你是佛陀子吗 所以作为反佛 他的佛陀子是不确定的 因为一个人的皈依在他临死的时候 自然就破了 他的皈依就破了 唯有一个依教佛陀的教法 证悟了四圣地 至少他入流了 那个时候他才可以成为佛陀的弟子 这是一条道路 如果想要证 行菩萨到证悟佛陀的智慧 我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 在有佛陀教法的时期 我们应当更好地珍惜 修行戒定会 因为戒定会特别是修会 这个是有佛陀教法的时期才有的 没有佛陀教法时期 你所培议的只是持戒 最多是持戒跟修定 但是有智慧 你应该在有佛陀教法的时期 每一生你都应该要修得心识志 这种形式 这是你以后证的一切自制的资料 这就是你的班牙巴拉米 你的智慧巴拉米 而在没有佛陀教法的时期 你很难修这种很高的 很殊胜的智慧巴拉米 你修的可能是处理巴拉米 可能是布施巴拉米 可能是忍耐巴拉米 你修的是这些东西 所以无论你是想行菩萨道 你是想成为佛陀真正的弟子 你都应该要很好的把握 跟珍惜有佛陀教法的时期 如果你想要成为我们佛陀的弟子 你应该付出很强的精进 以求能够在我们的佛陀教法 没有隐没的时候 正悟你能成为佛陀的弟子 如果你是想行菩萨道的话 你必须得决意 每一生只有佛陀教法还存在 你都应该要证得赐产八定 跟修道性知识 因为自我让你所做的这些 将会使你在未来成佛的时候 很强的巴拉米 很强的助援 因此我们应该要明白 拥有佛陀教法时期的珍贵 还有呢 毁谤圣旨造什么样的业 受什么样的果报 在《清静道路》里面讲到 毁谤圣旨的业重如无间 就是重如无间罪 因为几乎任何一段经文 只要讲到天言之的时候 他都会讲到 因为毁谤了圣旨 这个人动了地狱和其苦道 等等 所以当一个人毁谤了圣旨的话 由于圣旨的功德 是很大量的 因为他是拥有了很崇高的界定 会解脱之间 所以你毁谤了一个圣旨 由于对象的功德很大 你造的业也很大 而如果你对着乞丐 对着一群乞丐骂一天 可能不如你说一个圣旨 一句话那么大 就好像如果你在皇宫里面 你说谎第一句话 你的命运是怎么样 跟你在你是一个官 你在平民百姓里面 经常骂了平民百姓 你的结果有什么 就是这样的道理 由于功德大 那这样你造的罪报大 如果你是对方的功德小 你造的恶业也小 请问一个人造恶业后 已受人法制裁 例如枪劫 还要受业力果报下地狱吗 谢谢 当然要 受人法的制裁 枪劫 那个只是前奏 那个还没有入门 那只是前奏 真正如果一个人造的恶业 例如他杀人或什么 他受的业果会更大 如果他下地狱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开神 只是说枪劫是提早叫他去地狱里面去 去受他的果报而已 可以供养使戒尼吗 办法和供养宗旨的一样吗 当然是可以 如果你供养使戒尼那是也是你的功德 不要说可以供养使戒尼佛 在中部的布施分别经里面讲到 如果你供养一只动物 你将能够得到一百份的福报 如果你供养一个没有道德的凡夫 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福报 如果你供养一位 为了要证悟入流道的一个人 那你的功德更大 只要你的心是愿意想要断除烦恼 那你都可以说是谁知一类 在义族里面讲到 也有一种叫做为了证悟入流果和行道之 这一类的人 他包括了一个人正在正的出道 还要包括了他修官的人 还要包括他已经持了所有的 持戒亲近的出家人的比辜比辜 你也包括了一个持八戒的在家人 也包括了一个持五戒的在家人 甚至包括了只是刚刚受三归一的人 他都可以属于 他为了要证悟入流果的行道之 这个是这部经典 叫做布施分别经里面讲到的 那你说供养一个修行人的业当不大 他的果报当不大 尊者慈悲 为什么第一次的安止塑形止 升起一次就灭了 然后才会持续升起 是紧接着就会持续升起吗 对的 第一次升起一次 他就灭去了 因为第一次升起他很弱 而且这也是属于新的定法之一 如果一个人透过持续的专注 他的心投入到所缘去 那么紧接着他会升起 越来越多次 来自升起无处次 第二次 禅修时会不喜欢说话 好像得了自闭症一样 是否不正常 如何调整 这个要看 如果你在成就的时候 你的内心就是不喜欢说话 不喜欢吵杂 那这个是对的 但如果你不喜欢说话 只是你看到这个人又烦 看到那个人又讨厌 你自己又觉得好像连自己都看不惯 那这个可能是有点你的内心有点不好的倾向 例如说自闭或者忧郁或者为了你的修行 此时没有见到效果而感到很烦 这也有可能 请问尊者 如果一个人在他死时果报低劣 只能影响他来世 幼年果报也很 很低劣吗 死时果报低劣 是指如果一个人死的时候 由于他之前 前一世或者他的夜生是很低劣 那如果他在临死的时候生起的是善心 或者说他的善业成熟 他来世的幼年并不一定会很低劣 就好像说每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 由于夜生生 夜生生就是他的果报 夜生事法已经走到了下坡路 所以每个人在临死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很虚弱 有各种各样的病等等 但是他下一生 如果他成熟的业是令他健康的业 令他长寿的业 那他的下一生仍然可以 他的幼年阶段仍然可以 会是很好的 弟子经常会生起不善心所 马上要如理做意都拉不回 该怎么办 这是习惯 习惯的问题 如果没有习惯的话 那我心就会追随着他自己的不良的习惯 经常去照顾 不如理做意的业 梦中梦到圣子也不敢去亲近 也会生恐惊 是为什么 你怎么可以确定你梦到的是圣子呢 如果你梦到佛头 你会恐惊 那是什么 为什么 尊者您好 有一些人接触佛教会选择在世俗中生活 另一部分人会选择出家相信 那些出家之前的人都会为自己的亲属 父母亲叔叔阿姨妻子或丈夫以及女儿 能够顺利走这条路的人很少 家人会阻止先是好缘相见 如不见效会恶语相向 伤害了自己 伤害了他人 他们认为出家修行是不负责任的 是冷漠的 是不尽人情的做法 如果在中国出家 或许是没有后顾之忧 有的是思愿和去处 但是只想学习 上座不佛法的人 经济就很尴尬 特别是女众去缅甸可以坐时间里 但是在国内如果不工作 就不可能生活 不知道想一心产生 或求解脱的人 怎样的做法才是适合的 我想这个是由于你很没有出家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 如果你真的是出家 而且你真的是一心想求解脱 你还担心生活问题吗 我们应该是优道不优贫 你却优贫不优道啊 所以不用担心太多 只要你真的是有心去修行 而且你真的是实践的话 你根本不用去想那么多 你出家了你就会明白 听你真正 佛家不认为有灵魂 那到底菩萨在轮回中 是什么明色法在流转 这个问题好像问了几次 之前也问过 没有灵魂 但是 毕竟是 明色法还会有相续的 如果我们看到了相续 认为就是有灵魂 这个络于常见 如果我们看到了生灭 认为它灭了不再生 这个络于断见 凭什么认为那个人 天 动物 就是被授记的菩萨 在元系呢 是它在基里巴拉密 都存在它的名下 如果你经常用一种 我来去思维的话 那么你会感觉它 它必须地有个我 它才能 它才不会浪费 如果没有那个我 那么它造的善业在哪里呢 然而呢 一切都是由异国法自己负责的 明法生了就立刻灭 色法的身体就是灭 它们背后没必要有一个什么东西 在指令它生灭 指令它认知 所以佛教是不承认有灵的 只要你看到了生灭 你就会发现 它根本没有一个主宰的 然而业国的法子又会使 只一个人只要业 还会有效用 还会再发生作用 那它就不断地会成熟 会带来果报 而对于这些果报的自然的反应 只要你没有如意作用的话 好得生其淡 不好得生其成 于是就是在这种纠缠当中 不断地重复 重复又重复 就形成了我们这种轮回 它的法则就是缘起 它的法则就是业国法则 因果法则 如果一个友情是菩萨 那我们平时一般很难知道 但是从它的某一些行为里面 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去知道 它是不是菩萨 有一些众生或者有些人 他天生以来 他就会有那种为他人着想 他不自己为他人着想的 这种倾向在那里 而且他无论得到了很多的财物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布施出去 他不会对自己的财物 家属 建属等等有贪着 这有可能是菩萨 而且由于它的果报 一个人只要被受寄之后 无论如何 他绝对不会说妄语 如果你在 你曾经记得 你曾经有心说过骗话 有心骗过人 那么你肯定是没有被受寄的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被受寄的菩萨 一旦他在菩萨的时候 他说到虚妄语 他就不可能在他以后说法的时候 有那么强的威力 他就将会偏离了 他的萨迦巴拉米 真实巴拉米 因为菩萨他在修巴拉米当中有一种叫做真实巴拉米 就是由于他不断地说真实语 他从来没有说过骗话 所以一旦他说出一句话 他说出任何一件事情 然后他说愿我这种事情能够实现 真的就会有效果 而且呢 作为一个菩萨 他被受寄的时候 他不可能投身为理性 也就是说 我有男性 佛陀曾经说过 有几种的不可能是理性 第一 阿拉罕全自觉知 就是佛陀不可能是你的 低了呢 梵天人不可能是你的 第三 萨嘎天地 第四天王不可能是你 太佑呢 转能圣王也不可能是你的 所以一个人在受了菩萨之后呢 他不可能再投身为理性 而由于菩萨过去生不断所积累的种种的福报 所以他不用去追求 他自然就很有福报 或者说他无论去了哪里 他都很有威望 因为他一直以来 他都是为他人照顾 所以很自然的 很多的人都会被他所感化 被他所感教 即使他是一个外道 他也可以收于一大堆的土地 例如说我们的菩萨 在过去生很多事 他都是外道的头子 他都是苦行的外道 他都有很多的弟子 所以从他摇到脚 他们投身到梵天结等等 这些都有我们看的本身 我们就知道 因此我们可以透过某一些行为 可以猜测一个人是不是菩萨 如果你真的是要肯定你自己的菩萨 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通过修行得到了宿命制 然后你再查你自己曾经被佛陀的生活记忆没有 就犹如有一位长老 他在修宿命制的时候 他就见到他在很久以前被收集的 即使连我们的佛陀当时出世的时候 他当时也是个外道 但是他是个外道出家人 应该来说 我们不能够说叫外道 他只是个陨世 他也是被佛陀说 他将要在未来若干大劫之后 要成佛 虽然这个在经典里面没记载 但是他通过宿命制 他见到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肯定自己是菩萨 或者说你肯定一个众生是菩萨 会有他在修到宿命制的时候 他已经见到自己曾经被佛陀收集 在缘起的时候也可以知道 只是他知道的不可能像宿命制那么清楚 他也知道曾经见过佛陀 佛陀曾经跟他说过 你将会在未来是成佛陀 而且如果是一位曾经被收集的菩萨 他在观他的过气室的时候 他无论把他的心投到哪一次 他都发现他的身体都只是男性根色 除非是在饭店间没有性根色 如果是有性根色 他都是男性根色 他在把他的心往后面推都是男性根色 不可能突然又变成一个理性根色 如果他有可能变成理性根色 那么他不可能是菩萨 请问尊子只是专心思维无常的刹那 变化不真实或思维无运无我等法力 能达到止吗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他见到了究竟色法 跟究竟明思法的刹那上面为无常 他将能够修官 如果他只是思维无运无我等法力 而不是真正的去观照明思法为无常果我的话 那这个只是属于寻 甚至这个叫做 如果讲慧的话 它充其量只是文慧和思慧 不能够说是修慧 而这一种慧呢 它是很弱的慧 甚至它叫做 就是透过学习得来的慧 或者说 这个是 形很强的 慧比较弱的 慧 这种会并不能够带来极度 如果是要达到直的话 直有培一直的法则 修官有修官的法则 如果想要这么缠纳的话 必须也透过专注于概念法 有色法升级的概念法 而持续的专注 当他的心达到一定的质 跟一定的量的时候 将能够成就他的质 而真的长纳 如果他观照无常撒纳生命 到了行始至的阶段 那个时候由于他的心很稳固地 观照诸行法的无常 或者苦或者无我 这样的定义只是相当于静静定 但是真正的静静定 还不能够说他只是成为刹那地 因为这个时候升级的 还是属于欲界的苏醒性 也就是一切的观止 都是属于欲界的苏醒性 除非是初世间的观止 那个时候他是借回欲界 跟借回初世间 然后到了初世间的圣果性 那个属于初世间的安置 凡清真正在讲一讲三阴结圣好吗 三阴结圣就是 如果一个人在造出圣的三阴善业 也就是他在造这种善业的时候 他生起的善心里面有慧心 所利用他思为业果法则 我们几个例子 大家持戒 大家持戒的时候 对佛法上三宝有信心 对业果法则有信心 那你在持戒的时候 你造的这个就是属于善业的善业 如果你禅修的时候 你对佛法上三宝有信心 而且你在禅修的本身 它是一种很强的善业 当这种善业被你造下的时候 在你临终的时候 这种善业就成熟了 而这种善业的成熟 由于你造的是属于善业的善业 那这种善业的善业在成熟 带来的果报就是善业的果报性 在你下一生的投生里面 由于投生的心称为解身心 它也是属于善业 于是你的下一辈子 就称为善业解身之 因为你是透过拥有 无贪无尘无痴这三种因的心 去投生为人的 或者投生为天人的 于是你的果报性 就是你的生命里面 你的果报就是拥有 拥有这三种很好的素质 因为你的心里面 你的果报性 就是你的生命当中 拥有这三种很好的素质 你要修行就很容易成功 或者说你修行的话 你将有可能成功 所以这一类的人称为三因解身之 好了 下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其他的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现在我们大家说三支 佐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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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